第36集,爸比,朵朵想吃医院的大鸡腿,刚下公交车,某朵就开始张罗着给自己计划晚餐了,好,大鸡腿,宝宝先把书包放到休息室,我们就去吃饭,吃完饭爸比就要上班了,宝宝要乖乖的知道不,医院不可以大声说话的,知道的,爸比生病了要是有人潮,就会更烦,对不对? 对,宝宝真聪明,两人手拉着手,一样的漂亮,一样的笑容灿烂,吸引了医院,进进处处不少人的注意,哇,朵朵,小童姐姐可想你了,某朵刚踏入爸比的休息室,就被一声惊呼吓到了小心脏,小童姐姐,嘘,朵朵人小鬼大,伸出一根手指放在自己的小嘴边,爸比说不能大声说话, 哦,对不起,对不起,姐姐是太激动了,朵朵,你怎么越来越漂亮,姐姐却越来越丑了,果然是号称外科最帅魏美人的亲闺蜜,这颜值,再加上这十二高冷的气质,五,虽就秒杀了一大波仰慕者,比如,妈妈粉,姐姐粉,还有叔叔粉,爷爷奶奶粉,就连平时一板一眼的老古董郑主任,都是她的忠实粉丝, 不过幸亏她今天休假了,要不然又来跟自己抢宠物了,哦,不对,是小可爱,小童姐姐,你也很漂亮呀,是朵朵见过的最漂亮最可爱的姐姐,说好听的话,这可是本朵的强项,这不,某人立刻就没开眼花,捧着自己的小脸,一脸喜悦,真的吗? 魏英把书包放好后,再出来就看见这两个小女生,在你吹我捧的,不禁摇了摇头,女人呀,五,岁和二十,岁都是一样的,惊不及夸,走了,宝宝,好,小童姐姐,朵朵和爸比吃大鸡腿去了,你要去吗? 小童姐姐吃饭了,但是姐姐还是要陪朵朵一起,等一下,我拿手机,要给宝宝拍照片,嘻嘻,这个时间点,职工食堂人挺多的,小童拉着朵朵去站位置,魏英去打饭,等她再回来的时候,两个小女生正在挤眉弄眼自拍的欢快,好了,臭美完了,就吃饭吧,哪有臭美? 人家和小童姐姐是真的美,某朵对爸比的不实言论提出反驳,快点吃呀,爸比没时间了,知道了,某朵专心看她的大鸡腿,小童同学专心在选照片发朋友圈,她要让郑主任都后悔今天休假了,嘻嘻,标准的九宫格,再加上一句气死人不偿命的话,今晚朵朵小宝宝,是我一个人的,羡慕吧,哈哈, 而最先看到这条朋友圈的人,既不是郑主任,也不科室的其他同事,而是,蓝忘记,自从加了小童的微信后,蓝湛一空下来就是刷她的朋友圈,看得出来这个小女生挺乐观开朗的,很爱分享,平时工作上的气色和烦恼她都会发出来,这微信朋友圈就像日记本似的,丰富得很,但蓝湛的关注点当然不是这些, 蓝湛的照片不多,只有团队团建时的一些大合照,蓝湛手指一路往下快速刷着,然后就看见了一个视频,上面的备注是,为医生的天来之音,决决字,视频的背景应该是在KTV里,蓝湛是在一众人的起哄声中,拿起话筒的,这首歌,蓝湛听过,是五月天的突然好想你,突然好想你,你会在哪里? 即使视频里灯光昏暗,蓝湛还是看见了那滴晶莹的水珠,划过她的脸颊,视频的拍摄时间是,半年前,卫英,如果我能早点回来,你未成婚,是不是结局就会不一样了呢? 蓝湛心中没有答案,如果终究只是如果,她退出朋友圈时,刚好看到了新信息提醒,打开一看,躲躲,吃过饭后,卫英怕小家伙一个人, 在休息时会害怕,便把她先带回外科办公室,宝宝,爸爸去查房了,你在这里乖乖看动画片,别往外跑知道吗? 知道了,爸爸,躲躲不跑,小家伙眼睛还盯在iPad上,这回答多少有点敷衍,卫英刮了一下她的小鼻子当惩罚,便走了,小童也去忙了,顿时,办公室只剩下小家伙一个人, 还有,灰太郎的,声音,宝宝,突然,传来一声熟悉的声音,朵朵以为自己听错了,抬起沉醉的小脑袋,然后,在看到科室门口那道高大的身影时,小嘴一变,哇,地久,哭了,蓝湛顿时手足无措,刚才,看到小童朋友圈的照片后, 他在病房做了很长时间的心理建设,到底要不要来看看,之前宝宝误会他了,没理他,他难过了很久,寻思着刚好有机会跟他解释解释,结果,这还没说话呢,不,说了两次,宝宝,他就哭了,哭了,怎么办? 蓝湛手忙脚乱的,进也不是,退也不是,左右为难,办公室里静悄悄的,应该是没人,小家伙还在哭着,蓝湛没办法,只好撞着胆子进去,宝宝,你别哭,叔叔 蓝湛站在朵朵面前,看着那张哭得梨花淡雨的小脸,心疼极了,可他又不知道该怎么哄人,坏叔叔,不喜欢朵朵,还骗朵朵,朵朵还请叔叔吃蛋糕,坏叔叔,朵朵抽气着控诉蓝忘记的罪行,宝宝,对不起,是叔叔错了,叔叔以后再也不骗宝宝了,你原谅我好不好? 蓝湛可怜兮兮的站着,双手握在身前,就像个等着被老师责罚的同学,以前他惹某人生气了,也是现在这副模样,认错态度极好,那你还出国吗?不出了,那你以后还喜欢朵朵吗?喜欢,一直都喜欢,那你也喜欢朵朵的爸比吗?喜欢,蓝忘记,办公室门口传来一声怒吼,真的朵朵的小手一抖, iPad眼看就要掉地了,蓝湛下意识伸手想去抢救,然后,砰,砰的两声,iPad不仅没抢救成功,人也摔了,撕,腹部一阵刺痛,魏英大惊失色,扔下手上的茶房表就冲了过来,伸手就是掀起病符查看,果然,伤口又裂开了,甚至血丝,魏英的大眼睛气得都要冒烟了,哇哇,呀,叔叔肚子, 他要死了,小家伙一看到纱布上有血,二话不说,先吓哭了,魏英看着这俩不省心的妇女,实在是无语问苍天,宝宝,没死,不死,你别哭,嗯,蓝湛看魏英脸色不佳,很知情实气地把宝宝先哄好,免得他的火气更盛,真的不会死吗? 躲躲眨巴着泪眼看着蓝望鸡,然后又看看爸比,爸比是医生,他的话躲躲相信,魏英无奈,死不了,哦,那就好,那爸比你快救救叔叔呀,叔叔流血了,你没看到吗? 魏英心想,我又不瞎,想归想,他要是这么一吼,保不准那金豆子又咬掉了,再附加一句,爸比,你又凶我,曾经他是怎么折腾某人的,某的女儿今天就怎么折腾他,打不得,骂不得,吼,也不得,他到底是招谁惹谁了?